在从商业哲学的角度理解了腾讯之后 我们当然要来学习一下腾讯最核心的一个能力 做产品 最后的两篇专栏 我们就来看一看马化腾的产品观 这两期内容都来自他在腾讯内部的分享 马化腾总结了产品经理常犯的七个错误 水平和境界很高 推荐大家一起来读一读 这里面的很多内容啊 由补守制和创业者整理总结 再次表示感谢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 小马哥讲的做产品的时候 最常犯的七个错误 先说第一个错误 忽视产品的隐性特性 一个产品 我们要少谈它要包括哪些功能 应该多想 我要提供一个服务 这个服务有哪些特性 它的整体服务流程是怎样的 它的整体服务成本是多少 举个例子 我们来研究一下ATMG 第一个问题 ATMG提供什么服务 它的核心服务是取现金 第二个问题 一台ATMG的设计有哪些特性 在这个问题上 很多产品经理会在经过深刻观察与思考之后 用专业的态度来回答 ATMG的前端界面是公司形象 还是操作提醒 从第一次操作到拿到钞票需要几步达成 提醒要放在哪个环节出现 声音提醒还是字幕提醒 先取卡还是先取钞等等 其实啊 这些特性都叫显性特性 ATMG还有一个关键特性 也就是所谓的隐性特性 比如一台ATMG里 要放20万现金 如果一个银行提供100台ATMG 那他要把2000万现金放在外面 所以 看似ATMG分流了银行的营业压力 提升了品牌曝光 但同时呢 也分流了公司的核心资源 因此 如何统计数据与同步数据支持决策 让ATMG发挥战略价值 同时不让资金过多闲置 是一台ATMG设计的隐性特性 也是核心服务 那还有第三个问题 一台ATMG服务的全流程是什么 作为一个用户体会到的一台ATMG的服务是 插卡 输密码 输金额 取钞 打印平条 退卡 如果有问题 拨打服务热线 那作为一个ATMG的服务提供者 为了让用户持续稳定的获得上面提到的这些服务 日常操作性的服务流程应该包括这些 第一 现金管理 保证ATMG里随时有钱 这里面包括了数据 现金出库 运送等复杂的流程 第二 硬件管理 包括电源工作正常 打印机工作正常 打印机的纸 游墨耗材正常等等 第三 客服管理 也就是对于客户问题或者投诉的处理要有全流程规划设计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更重要的战略问题了 那就是银行为什么要提供ATMG的服务呢 我觉得应该有两个 第一 是为了分流营业网点的曲线压力 第二 是为了更多的品牌曝光机会 所以啊 每一台ATMG对银行这个服务提供者来说 必须得有战略价值 这就是数据统计的运营意义 不单纯是让管理运营的人知道 某台机器没钱了 再补补现金进去 客户要投诉了 还要根据数据了解这个服务点的设置 是否有足够的客流 是否达到战略要求 是增加服务 还是裁撤这个网点 因此 过分强调显性特性的是初级的想法 过去我最怕的就是听谁说 我们要改版了等等 显性特性很重要 但是显性特性救不了你 把核心资源与时间 放在一次次优化显性特性上 基本上是互联网初级从业者的 狂热症 下面说做产品的第二个常见错误 自己猜测用户的需求 用户需求是产品的核心 说用户有点老生常谈啊 但最简单的事 恰恰是做起来最难的 产品研发中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就是 研发者往往对于自己挖空心思 创造出来的产品 像对孩子一样珍惜呵护 认为这是他的心血结晶 有时候 开发者设计产品的时候 总觉得越厉害越好 但好产品其实不需要所谓特别厉害的设计 因为觉得自己特别厉害的人 就会故意搞一些体现自己厉害 但用户可能不需要的东西 那就是舍本珠墨了 我们很多人觉得自己是乔布斯传人 大神的传人 会以自己为中心 以自己的认知和感受来设计一个产品的样子 但你最应该谈的是服务 服务是以服务对象的需求和满意度为中心 定义所做的一切 产品经理应该放下自己 研究服务对象 腾讯也曾经在这上面走过弯路 比如QQ邮箱 以前市场根本不认可 因为对用户来说非常笨重难用 后来我们只好对他进行回炉再造 从用户的使用习惯需求去研究究竟什么样的功能是他们最需要的 在研究过程中腾讯形成了一个十一百一千法则 产品经理每个月必须做十个用户调查 关注一百个用户博客或者微博收集反馈一千个用户体验 这个方法看似很朴素 行之极难 但很管用 我想强调的是 在研究用户需求上没有什么捷径可以走 不要以为自己可以想当然的猜测用户习惯 比如有些自认为定位于大众用户的产品 想都不想就滥用卡通头像和一些花哨的页面装饰 以为这样就是满足了用户需求 自认为定位于高端用户的产品呢 又喜欢自命倾高 其实这些都是不尊重用户 不以用户为核心的体现 我相信用户群有客观的差异 但没有所谓的高低端之分 不管什么年龄和背景 所有人都喜欢清晰简单自然好用的设计和产品 这是人对美最自然的感受和追求 现在的互联网产品更像一种服务 所以要求设计者和开发者有很强的用户感 一定要一边做自己产品的忠实用户 一边把自己的触角伸到其他用户当中 去感受他们真实的声音 只有这样才能脚踏实地 从不完美向完美一点点靠近 做产品常判的第三个问题 不注重积累口碑 做产品要做到口碑 就要关注头部用户意见领袖 以前我们的思路是抓大放小 满足大部分小白用户的需求 但其实头部用户的感受 才是真正可以获得口碑的 如何提升头部用户的关注 这是在基础能力比较好的情况下 需要考虑的问题 在产品已经成型的情况下 对待头部用户的心态要不一样 比如还是拿QQ邮箱举例 要不要让用户在QQ邮箱APP上 使用别的邮箱呢 我自己心里也打过小九九 让别人不方便使用外部邮箱地址 好用我们呢 但是这样的小九九 用户是看得出来的 所以要改掉 只有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方便用户 一个产品在没有口碑的时候 不要滥用平台的资源 比如像IM 即时通讯部门要求支持 投入营销资源 要Marketing联系公关公司 投放广告等等 我们的产品精力 精神力分配的很好 50%产品 30%营销 如果基础环节控制的好 这样是可以的 但多数情况下 很多人第一点都做不好 如果你的实力与胜算 不到70% 80% 那么就把精力放在最核心的地方 当你的产品已经获得良好口碑 处于上升期后 再考虑别的 产品精力要关注最最核心 能够获得用户口碑的战略点 如果这块没做透 结果只能是用户满怀希望过来 然后失望而归 最后呢 你要花更多的精力弥补 这是得不偿失的 如果用户在自动增长 就不要去打扰 否则可能会好心办坏事 当用户口碑坏掉后 再将用户拉回来很难 同时在管理控制功能上 也要有技巧 在核心功能做好后 常用功能是要逐步补齐的 产品在局部细小之初的创新 需要永不满足 作为一个有良好口碑的产品 每加一个功能都要考虑清楚 这个功能给10%的用户 带来好感的时候 是否会给90%的用户 带来困惑 有冲突的时候要聪明 分情况避免 每个功能不一定要用得多才是好 而是用了的人都觉得好 才是真正的好 好 关于马化腾的产品观 今天我们先说到这里 剩下的四个做产品 常见的错误 我们明天接着说 就会给我们 reagent 比如说一剧 致我 我为你应该是族的 变成的